进入到两边的一个班人 还是很针对的 这个机械先驱目前这个版本 于情于礼都不会放出来 特别是面对WA这样一支队伍 最近又有几个英雄会活起来 一个是凯南 凯南真的太强了改完以后 他那个晕眩然后会变得很快很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角月 角月女神吗 对 然后我亲自试了一下 发现这个英雄就是 因为他其实不需要什么装备 伤害就很高 我看韩国好像很多人拿他打野 打野的话是有一定风险性 就中单发育会比较好 就比如说还可以拿出来双TP这种 就是角月和上路都带TP 然后这种双支援的套路 就是我们之前没有怎么去看过的 然后角月其实在打线上 带点人的话也很凶 是 到六的一套爆发也是挺可怕的 对 所以说现在可能后面 就会见到越来越多 就是以前做冷板凳的英雄出来 就前期大家都削弱了之后 反正前期也没那么难受了 对 你这句话说的大家都削弱了 对 这才是最关键的点 本来是前期比较难受 现在是挖掘机一抢 挖掘机现在已经是整个赛场上面的一个 怎么说打野上面的 又变成了第一的 右边直接也可以选择野斧 就是确定阵容或者是中斧 开始 而且这边WA我跟他聊到的时候 他就说要么拿风女要么拿莫甘娜 因为这两个点他自己比较有把握 而且对方下路比较激进的情况下 拿风女可以很好的保一下 但是WA这里可能会 应该会把最后一个位置留给浩凯 但是我感觉其实耶稣这里拿风女 我觉得有点点浪费 就浪费了他的思路 他打野的思路 对 就是我们刚刚也是分析到就是说打野 拿就打辅助可以也可以带节奏 对 就进攻性强一点 对 Hart女毯简直就是最后数据比打野还高 是 就那种感觉 拿风女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 在下路队拼中不占任何劣势吧 对 SHE的话是选择了一个可上可中的点 但是不用担心WA这里还是可以不着急选中路 对 但是他们要考虑到 哦 他有露露 对对对 露露和纳尔选了团的就是露露中单 然后纳尔上单 然后这的话WA可以先想的是 中路也可以选一下 然后ADC的话留出来那个最后Counterpeak 因为ADC这个点针对一下还是比较好的 好的吧 怕怕 怕怕 没关系 因为对方的这种基本上已经圈定下来 在拿到三个英雄的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其实SHE这个阵容还是很宝的 很宝的 就露露可以辅助 无论是辅助还是中单来说的话 都是可以 就是很宝的 说不定今天SHE又是一个 怎么说 还是以下路输出为核心 然后中路是补的一个 我们看到WA这里是最后一秒 换了金克斯和泽拉斯 泽拉斯这个印象还是不错的 但刚刚出来之后 反正 很刚 感觉没有任何的缺点 是 SHE最后一手的话 安妮 我觉得安妮应该是辅助 然后补一手 这个开团点 再加上伤害 然后下路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组合 哇 那这边SHE的阵容好强势啊 真的很强势 就是打团也很 就是打团很强的一个阵容 但是男枪的发育好不好 还是最关键的 这时候我就想说 这时候我就想说还好 这边耶稣是拿了个风女 要不然可能会很惨 就是风女莫干纳嘛 想想看的话 对方的下路 就是稍微看一点 SHE的比赛都知道 这个下路的话 就还是保一点比较好 就上单是选择了一个大树 因为WA这个阵容 是缺乏一个开团的一个点 因为他们 你想抱女 泽拉斯和金克斯 都是需要一个 在后面 就是会比较安全的环境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 双方的一个表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比赛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到SHE在蓝色方 WA在紫色方 其实从阵容上看 我觉得WA这边这把阵容 感觉容错率有点低 这个阵容怎么说呢 其实他们就是刚刚没说完嘛 就是竖精补了一手一个硬控 然后也是可以在后面团战当中 因为他肯定会选那儿 或者是竖精 这个阵容肯定会选一个 比较强硬的前排 然后来在前面做一个支撑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还是比较偏向于先poke 然后再打团 胜率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说SHE这个阵容的话 在前中期抱团来说 是很强的 WA这个阵容就是尽量往后拖 然后在打团的时候 避免被对方强开就好了 没错 感觉这边如果能够 抓到挺好的机会的话 不管是志愿能力还是灵活性 还是挺强的 WA这里 对 阵容的灵活程度 而且我发现 WA的ADC 真的不太爱用 带位移的ADC 你会发现像 德莱文啊 金克斯都是 怎么带位移的 你相比来说整个 就是中国这边的ADC 之前就是有一个评论嘛 就说中国的ADC 特别爱用带位移的 这么一个英雄 会显得心里面安全感要大一些 因为可能 像感觉 微笑他们 这一些老ADC 就感觉很稳 之前卢仙 就是卢仙最强的 那个版本的时候 当时大家都是 爱用一些带位移的 爸爸卢仙 对 卢仙啊 然后EZ啊 飞机啊 这些都是爱用的一些 我感觉卢仙强势 那个时候 EZ上场完全就是抗压 是的 这边界面打一套 我感觉刚才那个 好像SHE 就是感觉对方可能会换线 所以说他们一开始 也是想卡一个兵线 把兵线推过去 但是没想到 要跟你刚正面 刚正面的话 这个一级对拼起来 就是一级在金克斯手长 和还风女盾的消耗情况下 是可以稍微的压一点血线 但是到二级之后的话 因为爆发是不太打得过 结束线两边下路 哪边先到二也是比较关键 也就是趁这个机会 赶紧地消耗一下对手吧 但是这边其实 开始我在 南枪到二了 这句话就直接是压过去了 你在赛前也问到了耶稣 耶稣一直在请求教练 我能不能有机器人 我能不能有机器人 他其实也想刚的 对 他想打得很凶 但是这局对WOA来说也很重要 说起来的话 观众肯定比较好奇 就是WOA和DK打起来 你觉得哪边强 据他们自己 说是训练赛五五开 换了人之后 WOA说我们更强 那就是说 他们之前的训练赛还跟你说了 之后的训练赛就结果保密 是不是有什么王牌大招 他们好像 应该有 明天开始就会 再有一名新的体股 还有 新的体股 据说很强 据说很强 可能是国府里面的那种 知名的路人选手吗 也是 之前也是在直接战队呆过 是在当时在游戏奉鸣的战队 那我肯定不知道是谁 所以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中路的话可以看到 露露这个压人比较凶 露露的天气也点人比较烦 这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不过 想要杀泽拉斯还是 还是比较难 因为这个中路的话 两边就是泽拉斯这里 还是带着治疗加闪现 也是还是这个版本的一个毒瘤吧 所以说中路想要去抓他 还是比较困难 而且露露一直在压线 露露压线的话 其实对他自己来说 我感觉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虽然说到 你可能杀不了对面 但是对面如果配合打野的话 要击杀前妻的露露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好 因为暴女没有硬控 而且露露比较灵活 她有W和这个 自己的护盾 所以说中路就是不太好干 可是一个点 你要说起来的话 可能上路或者是下路 会比较更有机会一点 是的 其实之前说到暴女 我之前跟方元也讨论过 暴女这个英雄 为什么说强起来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很无解的 就是他干个什么东西 下路的话 刚刚说到下路 就是下路已经包过来 这里的话被控到以后 金格斯也是被迫 交掉了一个治疗和闪现 这个就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 整个SHE和两边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中路是比较不好干 可的一个点 上路因为纳尔压迁压得太严重 这个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SHE会比较 对下路去做一点文章 而且他们整个是以下路为核心的 所以肯定会保证一下下路的一个发育 对 而且下路的伤害是够了 就是一旦控到的话 就直接是这一套 对 爆发是非常高的 对 这一波下来以后 金格斯是没有了双招 那太难受了 对 没有闪现的金格斯 简直就是 如果是比较好的建议的话 就建议金格斯 金格斯在冰铁上面的话 还是不要过河道 会比较安全一点 而且就一定要注意安妮的位置 就是安妮 如果往前走的话 那真的是很危险 对 甚至对于对面 雷克赛这样一个英雄来说 我觉得不过河道 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是 因为他才有闪现 他可以闪现去击飞 这个就是比较尴尬 那下路的话应该是要被压了 那我们看到这边 暴女 耶稣的暴女是选择了 一直在刷野 其实我们之前跟 这是很早的一个浮野 两个人是在一起双游走 因为挖掘机和安妮 就是两个控制的一个 就是如果能够连接到的话 对于线上的一个击杀 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只要连上了 就肯定是要死 对 哇 这边南枪 现在就可以压得很凶了 是 下路是肯定会被压的 金格斯这里 就只有等线推过来 因为他很危险 而且暴女也是在这下路 是蹲了一下 而且反观这边 其实我觉得暴女来支援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不太好 没有任何 就ADC已经没有任何召唤师技能的话 要支援的话 很容易导致金格斯也送掉 就是说下路的这个3v3打起来的话 基本上WA是没有什么胜算的 对 就暴女其实她打野特别好打 就是来看看你 我抽一标 抽中了我就上 没抽中我就走 继续去刷野 所以她的清野效率 或者是支援效率都很高 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所以说总的来说 现在前期来 节奏是在SHE手上 但是没关系的 因为从阵容上来看的话 这边还是有她自己的优点 只要不被对手强行的开团的话 其实从消耗来讲 这边WA到后期要消耗 SHE这边也没有什么时候的办法 这里是也许遭遇到了 安妮因为支援过来 而且在站上 刚才那边有和谐的加速 所以说她这里感到比较快 再加上有晕 直接拿到一血 这话树金TP下来 直接把这个路口封死 而且是有大的树金 露露接机飞 这个安妮 后面的人也是赶过来 因为少一个人 所以说这里稍微的要撤一下 而且南枪现在的伤害 是要比对方的这个伤害要高 金克斯还没有赶过来 金克斯的位置特别尴尬 他是被隔开了 还好是南枪并没有到六级 是 这一波树金TP很关键 因为他这个TP下来的话 基本上是阻断了SHE接下来的一个攻势 刚刚SHE这边那儿 也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TP位置 要不然刚刚那里 其实WA还是挺危险的 如果刚才没有那个核蟹的话 安妮可能就是接下来 就是没有那么快的到达现场 就是可能晕不到那个暴女 这样的话 也是拿到了一血 搬回了一个人头WA 其实双方这样有来有回 也说明WA现在目前的水平 也是在不断的训练之后 有了一定的提高 因为之前知道 他们可能太多的新队员 导致完全是一只 比较乱的一个状态吧 对 但是下路这个情况还是 比较 难受 对 主要是南枪现在蓝量不是很高 所以说金克斯现在吃兵 也不是特别的危险 这边还是要等到金克斯的双招 金克斯双招是 闪现快好了 快好了 治疗是刚好 好了之后会舒服很多 两边换了人头以后 上路要舒服多了 因为本来树精打那儿 就是会被压一点点 而且这个树精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基本功还是很不错的 在那儿这种 一直压线的情况下的话 它的补刀也是没有落后很多 再加上拿到一个人头以后 现在这个树精应该算是 装备还不错 对 现在树精我们都可以看到 无数的多拦戒 我记得那天 看哪一场比赛 树精上路三个多拦戒 就格子已经摆满了 各种神装 整个人都惊呆了 它就是保住自己上路发育 一看就是要抗压的装备 因为前期其实树苗 还是伤害挺烦人的 不说高不高 就是推线也很烦 就是之前树精的话 就是最火的那个版本的话 对线真的是不虚谁 而且推线也很快 这里的话直接是开了小龙 它小龙看附近 其实是没有WA视野的 然后风格也是要选择回城的 这条龙应该是放掉了 暴女的位置也非常远 这条龙没有任何办法的放掉 而且双方的上单都是没有传送的 对所以前期WA在对面的这种情况下 确实不敢打 这里是刚刚说的前中期 这个时候抱团WA很难打的 刚才是真的是位置好 再加上上单的一个状态 还有TP的一个时机选择很不错 所以说现在上单的一个支援的速度 真的还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这里我觉得你觉得 这一把有没有可能阿宅会carry起来 就大输了 有可能因为一个竖精 就是装备太好的话 对方也是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就但是这个竖精一定要怎么说呢 他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他其实就强硬的去突到后方 就是SHE的阵容里面 对方可以不管他 然后你这个大招 他只是想留下这个风雨 我只是想探路 这里我们身后队员也是已经笑起来了 可能是觉得风雨会来这个位置去作演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经常也是比赛当中 容易阴到对方辅助的一个位置 他很可能会从上面丢一个眼到河道 刚刚一个大招也是非常猛 阿宁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下路稍微要舒服一点了 上路的话对拼起来 这个时候舒金还是不太去拼得过这个 纳尔 纳尔现在这里怒气是不高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害怕 上路很难出现弹杀 这两个英雄都非常难弹杀 而且舒金因为他自己有回复 就是很烦 两个英雄都很招人烦 对中路和上路是很难在线上发生击杀的 就只有还是下路对拼的比较凶严 但是下路又很明显的被压 所以说这局前期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激烈的点 除非双方一直在野区求团 或者是打野之间发生了一点少摩擦 还是看一个支援和配合 对 而且但是我觉得 蛇这里会不会战术意图暴露的太明显的话 他们的弱点其实也很明显 就是下路吗 他们如果在打团中 像大树或者很好的针对好了南枪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输出的 接下来的人 你要寻求路路的一个输出 特别是越到后期 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看这片WA 包括他们新来的打野 会不会去很好的针对一下 随选了一个长手吗 因为在这种团战打团的时候 金克斯好像手比较长 也能够点到南枪会比较好一点 就偷偷摸摸的杀人 这两个打野这局都非常非常的 针对于下路 那下路这个防御塔直接被拔掉 安妮这一波是有闪现的 直接是给了个大招 逼了一下这个血线也是 但是刚刚安妮的大招没有好 要不然我觉得她就要上了 我也觉得 而且她是 如果是有大招好的情况下的话 就是六级的安妮 一般这种安妮 只要控到人就会死 再加上配合南枪的大招 我感觉如果不是南枪的话 她的输出要比ADC高 她是不是 那我刚刚就是想 那些南枪的大招 就只是逼下血线而已 还是说她觉得安妮要上了 就自己被自己骗了 就我知道了 安妮刚刚空塔并没有敢告诉她 是吗 但是她应该有所感觉 就是安妮其实 这个时候没有大招 其实配合刚刚南枪那一套 只要控住金克斯 还是有机会杀的 金克斯刚刚也是被逼 交到一个治疗 这也是很赚的 对 这还是不错 在安妮如此强势的一波下 没有被造成击杀 其实我从WOA这种角度来讲 不算特别亏 交了一个治疗 但是这座塔 提前被点掉了 也可以看出 确实蛇的下路压制力太强了 这是上路支援到中路来 但是中路这个双招都在的情况下 也是很难 接下来的话 其实SHE可以趁身追击 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外塔 都拔一轮试一试看 然后下路虽然说是被压了 但是补到上面 并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差距 所以说就还好 就是趁着对面 不敢跟你打团这段时间 蛇必须赶紧做点什么 对 那SHE也是直接把双人线换到了上路 可以去压一下这个上路 外塔的血线 但这个位置的话 安妮其实比较危险 可以看到挖掘戏 已经是在往上路走 双方的中单 中单也是在 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打一波小战战的话 其实对于WA来说是不利的 上路是直接开拼起来 然后选择了 在人多的情况下先去 看能不能先击杀掉一个 因为露露已经是在往这边赶了 金克斯是给了一个大招 很漂亮 这个大招也是 补了很多伤害 不然的话是击杀不掉这个人的 好 凤女这个大招非常漂亮 对方已经没有什么 打断凤女大招的技能 然后也是回了一口 这里的话 把这机闪现撞到两个人 残血 这被纳尔收掉 而且这里的话 还有继续收割的可能 纳尔士康塔 没有了 怒气变小 这个Q又是击中两人 非常漂亮 这边如果金克斯在的话 其实真的不好说 是的 因为到后面露露之源过来 就是看第一时间 WA能不能先秒掉一个人 结果他们没有秒掉人 以后露露之源过来 而且被秒 当时SHE是第一个 被秒了一个谁 安妮 安妮已经是把所有的 晕眩和技能都打完了 对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但是刚刚在前期的时候 也看到了 大树很好的 把南枪给赶跑了 所以没有一开始就爆炸 但是我觉得他们后来 到塔下去 强硬的在塔下去 其实不是特别明智的感觉 因为大家的状态 都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挖掘机闪现 撞到两个人以后 他身上被套了虚弱 就是说这个虚弱 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对 因为挖掘机当时的情况下 就只要做到控制 他就已经够了 就虚弱还是要给到 最关键的南枪的身上的话 可能会因为少伤害 而就是有机会 借助防御塔换一个人 对 而且刚刚露露的大招 给的也是非常棒 对 造成了二次击飞 所以前期刚刚那一波拼 对于WE来说 还是有一点点小吃亏的 但是也不是特别大的关系 因为之前我们就说到了 他们这个阵容 前期肯定要跟对面 平时拼不过的 所以只能 还是稳重一点 看之后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但这波抱团来说 还是比较伤的 也是跟阵容有关 就是这个时候打团的阵容 还是SHE的阵容要更好一些 而且他们现在还有优势 本来说之前的 树精的一个线上的优势 也是贝纳尔直接一波打了回来 就瞬间202 大家一起上了一波 我变成了112 他变成了202 对 这一局的话 蛇队的胜面是很高的 因为他们还掌控了小龙 就是掌控了一个后期点 就是如果说 WOA能够控到 就掌控到小龙的一个点的话 他们其实有很多 就是后期剩一面很大 这中路抓了一帅露露 直接交到了闪现 很可惜 这一波四人抓一个人 没有抓掉 这直接可以 对 SHE蛇队的人太远了 不然的话 完全就是要留人 要留人 就这一旦留到的话 就要黑 就要团面啊 安妮 这是闪现大招 运到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话 很尴尬很尴尬 这没办法了 就还是四人抓 就杀一个人 没杀掉 然后就只能走 那个种情况下 只能走 因为技能都交的差不多了 而且这里前期 本来打团的生命 就不大的情况下 抓机会 我觉得到对面 中路一打抓机会 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 太伤了 就是每一次 要激活秒掉一个人 都没有秒掉 然后就被反打了 其实一个是控制的不足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因为泽拉斯目前为止 他想要去控到一个人 很难 就只有靠输金去捆 我们刚刚看到 就泽拉斯控了那个意 导致 露露根本就没有被杀掉 对 但露露因为他自己 刚才是有闪现的那一波 成功地逃掉了 还骗了 这边金克斯一个大招 你看到没 当时你看露露 那个位置就知道 这人马上就要包过来 立马就要反打 拆那个一塔的话 风景太大了 然后拆完了以后 还反对对方拿了两塔 这就是一波非常非常亏的 尴尬 对 好在 这个应该是指挥的锅 说一下 就强行要杀一个露露 其实杀露露 机会是好的 但是没有杀掉很尴尬 对杀到了就还好 很尴尬 因为露露其实 我觉得像这种英雄 就是 他的技能在团战中 有作用的话 你不杀死他 就没有意义 让他进行放出来之后 就没有意义 露露现在的装备 也是在补帽子 之前就是Snake Baka那边的露露 当时是选择 圣杯加鬼叔 就是硬是CD 短的不得了 然后当时好像出装备 就已经是超过了 40%的减CD 对 然后整个是以 因为露露 其实他还是蛮缺蓝的 然后就是回蓝 再加上CD都非常快 在团战当中 只要他不死 真的这波团很难打 很难打 不停地把技能丢给C位 对 以前我试过露露 在满CD情况下 就是真的一波团 可以打两个大出来 两个大招 哇 下路 下路是单杀 对 就是在打团的时候 因为如果说牵扯的 距离比较远 就是从对方的一个下路塔 上中路塔 打到对付 然后打到另一面中路塔的话 就有可能 刚刚那种来回攻的情况 对对对 就完全有可能了 包括之前最火 时光最火的时候 时光也 现在时光弱得不行 宝一都已经不考虑他了 这也是趁着ADC不在的情况下 看能不能有机会点掉 这个下路的二塔 因为有很多盾 但是 好在这边WA 清兵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是 上路也是开拼起来 现在输筋还是 打不过哪 肯定打不过了 刚刚那波太伤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19分钟 人头比是7比3 经济差距有6000块钱 这6000都是打团 基本上是打团造成的 因为打完团了以后 才有机会去推这个外塔 可以看到 SHE这个阵容的话 他们其实手还是比较短 就是点塔能力很低的 就只有依靠团战 去杀人了以后 然后这样推塔 会比较快些 哎 这一封女人是位置不佳 她其实也是 只是想去做个演的 她真的只是想去做个演而已 现在整个野区 已经完全是对手的天下了 对 所以WA来说很难受 那这个二塔是可以拔掉了 暴女现在侧面 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因为 不可能去冒冒然去打团 只能说 期盼在男枪状态不好的情况下的话 能够先把这个二塔 再多守一段时间 上路也是开拼起来 因为趁着有四个兵的情况下 这波换血 是很赚的 也只是缓解了一下 推塔的能力 我觉得上路如果继续这样磨的话 这个塔还是要掉 对 下路是因为陆陆有大招 所以说男枪这里 还是可以稍微的再浪一下 但是对于WA来说 如果像暴女或者泽拉斯的技能 中的比较多的话 这部床上会好打好多 所以这边浩凯和 我们的新打野也是一直在 对对面的男枪进行碰 但是现在整个野区的资源 都是对面的 这怎么玩 刚说完 这波应该是想打 想打空 留住了挖掘机 挖掘机 这因为整个SHE状态都不好 但是还是闪前击飞的 金克斯 金克斯位置很尴尬 开治疗先跑 但是被减速留住了 这个画面后面是伤害 整个爆发 是直接把金克斯秒掉 而且刚才WA的站位 很尴尬 后面出现一只纳尔 实在是太惨了 对 直接把位置封死 一开始想的 就是说SHE的整个的状态 并不是很好 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 但是WA并没有这种 打就是爆发伤害的能力 因为怎么说呢 泽拉斯和金克斯的位置 刚才站的比较靠前 就一旦被解锁到 就彻底就完蛋 舒进这里 一个人想要留住男枪 很难 很难 后面没有队友 刚刚那波如果大树在的话 还有可能可以打 但是大树不在 真的完全没有机会 对 对于暴女或者是风女 这样的这两个英雄来说 你让他去前半前排的动作 实在是有点要求太高了 其实如果是刚才 风女跟金克斯站在一起的话 他可以去帮忙 把这个 这波推进给化解掉 但是刚才风女 好像是跟暴女站在侧面 对对对 这是很尴尬的事情 现在的情况来看 对WA是很难了 因为对手 虽然是一个前期的阵容 但是前期确实取得了足够大的优势 其实SH用这个阵容打很脏的 因为他前期线上都是压制 然后中期的话 暴团又很强 对 到后期的话 就已经是 就是优势滚起来 小龙拿得多 而且根本不输你 现在已经是第三条小龙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WA来说 你觉得最好的机会在哪里 还有没有翻盘的点 我一直在想 WA这个阵容 如果中路拿一个分带的英雄 会不会很好 分带结 对 类似于这种英雄 因为 就死活不跟你打团 对就是不打团 而且他们因为有金克斯 然后整个清兵也是有的 清兵能力也是有的 现在这个阵容确实拿出来 你既打团打不过 也没有能独挡一面的一个英雄 你说让谁去分带呢 大树退塔要一万年 对 现在是没有什么机会 其实说到底的 说到现在为止的话 WA的一面非常小 就是没有后期的点 还是得 我觉得还是得跟我们刚刚说 苏菲上了 就先把南枪给秒了 哇 现在SH就是看到人 就直接就上了 是的 他们只要有两个到三个 就是安排的南枪在一起 也不一定能走 啊 闪现 还有一个大招 这里只要安妮和南枪走在一起 他们看到人就上 看到人就上 这个没有任何选择 爆发对面 除了大树之外 任何人都可以秒掉 对 风女也是 作严死很多次了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是劣势局 她又必须要去作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像你说的 她必须得去作严 作严又得死 很容易越拉越大 差点秒掉了 哇 差点秒掉这个 发觉系 但是在有露露的情况下 而且露露还有大招 对 这个跳下去真的是太盲撞了 不过抢到了大龙 这是最关键的 抢到了龙 因为我们刚才都没有注意太 抢到了大龙 你没看到吗 我没看到 因为我刚才第一场 我也在看报警 到底杀不杀得了 对 他杀不杀得了人 结果发现他抢到了大龙 我晕 可以的 可以的 这波还是不愧 这波完全不愧 就怎么说呢 就感觉他们正场比赛 已经输定了 唯一的希望被他抓住 你说SAG会不会也在想 就是当时注意力就想 既然抽到了挖掘机 会不会是直接下去 把他秒了 因为秒了挖掘机 再承接龙 好像里面更大一点 结果跳下去 二话不如先把他承接交 太傻了 这波抢龙真的挺精彩的 这我感觉是有点智商压制的意思 对 把我都骗了 对啊 我也没有发现 他们在打大龙 他们抢掉了大龙 我后面看到 金克斯红了一拳身上 就带线的时候 觉得很奇怪 对 然后我才发现龙被抢了 哇 这个好精彩 刚才我们居然没有特别激动的 说 哇 居然抢到龙了 这个好像一定要补一下 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给个回放 对不对 很尴尬 很尴尬 对 就人家已经表现得那么好了 结果我们 但是 没有吹人家 有大龙可以稍微的拖一下 那经济是搬回来了一些 但是 还是难 对 还是很难 大龙只能说 其实对他们手塔来说 会稍微好一些 高队应该是不太好推下来 本来SHE这个阵容的话 想要去耗塔 就很容易 吃技能 因为 对 在这里 我觉得他们可能唯一的机会 真的是想尽一些办法 瞄掉这个男枪 但是 大树是有闪现的 但是大树现在 也是属于一个 钢不住的存在 就看有没有技能去跟他了 啊 这里 SHE很聪明 先把外塔拔了 但是想伤高地很难 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大龙buff 其实他们如果拿到大龙buff的话 这一波就直接上高了 对 就是因为缺乏 怎么说就是 硬面去耗塔的 就正面去耗塔的一个能力 所以才需要这个大龙buff 结果反而被抢了 今天GJ这么了自己 就这一下就够了 对 对 就这一个就够了 屠龙勇士 专屠龙 变术 对 那么其实他自己 个人的数据还是还不错的 但是感觉 整个WV前期 还是没有联动强 这个时候 这是刚才中路这一波 因为安妮是卡了一个视野 过去以后 大到两个人 但金格斯因为有闪现的情况下 跑掉 所以说也是卖了 这个泽拉斯 这波是我们刚没看到的 应该是 刚才安妮就在和挖掘机 在红buff野区 就一直在蹲 因为他们现在掌控视野的优势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很容易蹲到人 而且外塔全部拔光的情况下 WA要吃资源出来 真的非常危险 对 而且WA现在这个阵容 他很吃装备的 这样让他会非常难受 中路死得有点惨的 042 我搭号看 直接是他直接就出了一个法川账 反正能打你多少血 就打你多少血了 主要我看 会稍微疼一点 哇 全是 和这边的视野 这个法川梦我没有 没有太明白 他是觉得对面反正 对面一个隐魔刀 一个圣杯 因为法川梦的性价比 不是很高 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不是很 哇 这个露露大招真是绝望 而且泽拉斯是三炮一炮没中 三炮封了一下走位 还骗了露露一个大招 你们都说什么都没做呢 你说的好像 露露大招是假的吗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对 对吧 这里也是缓解了一波 但是身上的大龙buff 已经没有了 之后就会很难守了呀 对 等浩凯把帽子做出来以后 他这个 这身装备的伤害 才会比较高一些 他现在只是法川杖的话 就还 还OK 但是没有帽子的伤害高 因为对方其实 没有太多的魔抗 我觉得刚刚浩凯真的 可能不出 不先出帽子 就是因为穷 真的可能就是因为穷 因为他死了这么多次 而且能吃到资源也很有限 他已经是在极力的 保持自己的发育 刷到已经刷得很不错了 因为你现在完全不敢 出门的状况下 哇 第四条小龙又被拿到 这样下去很容易 温水煮青蛙就直接 被磨死了呀 好 有了第四条小龙以后 他们就更容易去耗塔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双方是在僵尸 其实SHG这边确实不急 他们如果继续耗下去的话 可以稳稳地把你磨死 然后他们有推陷能力以后 现在就是直接去带三路兵线 那兵线很差的情况下的话 WA没有办法出门 就只有等着下一波大龙 或者说是小龙 但是有机会 居然抓到那儿 那这里的位置是非常尴尬 推到两个人 但是他自己这里并没有办法去跑 这个虚弱非常关键 因为他本来转头 想换掉浩凯的 考虑到SHE的人已经支援过来 浩凯这又没死 好气啊 真的好气啊 每次就差那么一点伤害 特别是对手 露露真的让他好烦 感觉怎么都杀不了 南枪这个位置 特尴尬可以秒 被控到了以后 最后的一发Q 已经飞了出去 这一波其实是机会 敢不敢打 这是一波机会 因为对方的输出不够 奎安妮留住 暴女接上伤害 安妮找出闪现 金克斯大招空了 但是还可以继续追击 最关键的是这个时候 如果杀掉一波人的话 可以去好好地做一下 大龙附近的视野了 因为本来就不太敢出门 好大的 继续追 就追不到了 追不到了 真的就这么回家吗 我感觉 这么回家很吃亏啊 回家 然后出来把大龙附近视野做好 因为还有半分钟要刷了 下一波打团 稍微要好一点 就是对方的一个开团点 那儿没闪现 然后那个安妮没闪现 然后就注意一下挖掘机的一个位置就好了 所以这一波 阿宅和其他队友的配合还是很成功的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 对手如果没有男枪的话 根本就不敢跟你打 对 而且男枪也没闪现 男枪没闪现了以后 就可以变成 稍微可以针对的一下的点 哎 这里纳尔 我突然发现变大之后和雷克赛好像啊 感觉模型都一模一样 突然 他们走路 十三多年的兄弟 对 就害怕又是抓眼死 坐眼死 看风女位置 风女在哪里 风女这一波比较谨慎啊 还是打不过 但是 有更好的机会了 有强行拖延了 感觉强行拖延了五分钟 这样比赛 蛇队是只选择直接开龙 开龙的话 他们这个伤害是很快 这边暴女 啊 这个龙没了 没有办法 这个龙没了以后高地 高地很难 安妮是开了加速 路路闪现 想留人 留住了 但是后面的人是在侧面 过来金克斯这个夹子 风走位 刚才如果跟着露路走 这波黑完了 但是还是减速到 交出闪现 风女跟大招推一下 这个高地塔又让了 还是不让 因为大树出来了 这波不能打 还是不能打 现在纳尔太肉了 他说我也就是 真的是首个门 对 主要是 一旦出门就得 主要是泽拉斯状态太差了 他们这波还是不能打 刚才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没有视野的关系 WA这边知道你在打大龙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甚至去做视野 还差点被对手打一波 所以说刚刚那波 其实趁着追击以后 就应该先把视野布好了 当时也是选择了回家 暴女戳不痛人 但是亲密能力还是很强 南湘这次也学聪明了 我不再站在前面了 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因为南枪没有召唤式技能 可以卖 但是对手大龙buff 这样耗的话 这个塔会直接被耗掉 要开这个团就靠挖掘机 哎 那 靠挖掘机开谁 有闪现 哎 先搞这个树金 反正伤害是够的 而这高级塔已经拆掉了 树金的话 要是直接被带走 此前混零下南枪 然后紫拉斯不伤害 这紫拉斯三炮 打没有打到南枪 没有打到南枪 把南枪水源压下去的话 还是有机会 虚弱 套得很漂亮 如果你没有低时间被秒 但是后续上还是接上了 金格斯一个大招 远程输掉了安妮 但他自己这里并不敢上 因为对方的人还是 人还很多 这刚才就还是 紫拉斯如果三炮打到南枪 南枪这个水源是不敢 必须得回家的 对 就他们推完高地就回家了 就不会再要想去 有进一步的动作 感觉还是 泡感刚刚的 我觉得是一点小失误 真的是一点小失误 如果打到南枪身上的话 这一波他们绝对不敢继续 再推了 但刚刚就可以看出来 对手这样强 还团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那下一波更难打 下一波安妮有闪 而且小龙要刷了 这个时候WV 要把小龙附近控好 这条龙绝对不能让 让了已经 让了就彻底输了 就没话了 就一波了 而且刚刚其实大树 已经吃了很多的技能 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打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 一万二千块钱 在33分钟 一万二千块钱 是非常多的一个经济差距了 很难翻盘 很难翻盘 刚刚看到大树 真的是拼了命走进去 想捆住南枪 但是捆住之后却 没有队友能够跟上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这局竖金 只有一个失误 就是有一波TP没来 对 哎 秒 就看他们秒掉 秒不掉就完了 哇 啊 这这这 这要 这要黑了吧 完蛋了 这要黑了 这要黑了 后排被控完了 这黑了 好 风女给大招 自己还是要死的 其实我觉得 他们刚刚应该 再忍一下去秒露露 秒啊 最近没有太大意 秒不掉的 真的秒不掉的 真的秒不掉的 好气啊 N4 想杀一个人 然后就是没死 然后就被反打 这就是说 露露这个英雄 为什么现在会 如此强势的一个原因 你真的 好招人烦 线上又 很招人烦 打团 让你任何人都杀不了 这局 只要推到ADC 就已经够了 伤害太 太高了 这个爆发 好的 这局还是要恭喜 SHE 比较轻松地 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是的 是18比5 拿下了这场比赛 还是阵容上面的优势 其实就像我们 开局的时候说到的 从这个阵容拿出来 对